你讲说什么叫瓷砖窝不要买 其实在大概三四十年以前的房子 它其实流行的是一块一块瓷砖 大概这样方形的贴上去 那很容易掉 或是一个长条形的贴上去 那很容易掉 但是在近几年里面来讲的话 它流行的盖的房子 譬如说它是用玻璃置物的 或是呢它是用石材的 那种是用砍路式的 那就比较不会掉下来 可是玻璃这次不是也看到那个什么地震之后 然后捷运购购购责在 好像南京松江 它那个钢板的那个 因为它内部 它就是因为里面是停车塔 然后内部汽车冲出 造成整个钢板破碎 所以它不是因为地震 所以其实你如果说像是一个 比较安全的一个外墙的话 我觉得关键是在施工 施工 对 因为其实现阶段来说的话 如果说是施工比较不良的 那其实外面不管挂什么 它都会掉下来 还有一种 但是如果说是 是不是有一种叫石洗的 就一粒一粒小石头在上面 但是它也没有瓷砖 那种如果是实洗的房子的话 大概房间差不多是四五十年左右的房子 那现在台湾很少 就是说现在的工人 不愿意去做这样的东西 因为太麻烦 所以实洗的东西 像刚刚淑芳姐讲的东西 这确实是不会掉下来 也是一片面贴上去的 对 它有一些是 没有实洗 它是一片面贴上去的 混着那个 混着那个所谓水泥的这个部分 但是因为这个东西 它的工很废工 很废工 所以其实你现在几乎 不会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外形的设计 所以嘉欣刚刚讲的一个重点就是 如果它的结构盖得不好的话 哪怕你今天是用那种大片的 嵌入式的方式勾住 但是它还是可能会整片掉下来 对不对 对 而且其实现在来说的话 大概他们对于 所谓地震的一个原则 就是说小震不坏 那中震可修 大震不倒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结构上面的一个原则 因为其实如果你说要到完全不倒的话 其实难度有一点高 只能够就是说希望在损害最少的状况之下 降低 降低这样子的一个伤害 那当然另外我们有提到 就是说长得比较奇怪的 比如说凹四形的 L形的这种社区 那因为它的一个失利点 是比较不一样的 这样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像L点的一个 L形的这种所谓的社区 它在这个地方上面 就是说在这个焦点的这个部分 它的扭力会不一样 所以其实它可能会从这个地方 如果它没有做结构加强的话 它会从这个地方开始裂开 那像921的时候 很多台中的社区 因为他们很喜欢盖L形 或者是盖凹字形 它就会从这个所谓的 结点的这个部分 就弯曲那个点 就弯曲的这个点这个部分 然后它就会受损比较严重 那当然另外就是我们前面有提到的 其实夹层屋的部分 虽然它使用空间比较大 但是因为它已经影响到了 一个结构的一个状况 所以其实它如果遇到地震的话 它事实上风险也会比较大 好 接下来 因为地震现在很频繁 希望大家平安 那挑房子 买房子 一定要有一些的佩服 要把它学会 可是买了房子 有了房子 今年宁角的房屋税会变贵了 因为今年多了一个路段率 就是您在哪条路上 您的房子在那 可能路段率就稍微变高了一点点 所以小词典我就讲过了 我们直接进入到台北市的路段率 然后往下往南走 台北 对 其实如果我们看到台北市的一个路段率上来说的话 我们大概有一个原则 这是台北市大概调了99条 那原则上是以精华区域调整的幅度最多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像是中正区 比如说像是中校西路一段 它的这个路段率现在是320 那当然你如果说像是重庆南路一段的话 那其实现在的一个路段率大概在300左右 320 300是你的房屋税多缴多少 对 我们这样讲好了 它其实是通常如果说如果是320或300 去年可能是290或者是300 所以大概调幅可能是10%到20%左右 那也才多10块20块吗 但是它是一个等比急速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我们前面有提到房屋税的公式 是房屋标准单价去乘以坪数 然后去乘以路段率 然后去乘以一个税率的 乘以折旧乘以税率的一个部分 所以其实如果说你增加20%的话 它的概念上面就会增加两成 那当然对于一些所谓的一个豪宅持有者的话 因为台北市还多了一个一家路段率 所以你的这个幅度的部分会更重 所以超过了200%就很大了吗 您的言下之意 其实如果说你超过到两倍以上的那样子的人 通常他买的房子会是新的豪宅 所以其实一般的民众我们会认为他不用太担心 那当然另外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其他的区域 比如说像是万华 那万华的话汉中街跟俄眉街 他们其实在这一次来说的话 他们都算是高的一个路段率 那为什么 万华没什么豪宅 怎么也会在路段率调高 它的商业活动频密 而且其实通常路段率的一个调整 它其实是跟各地方的一个地价科 它是根据这个区域里头的一个实际交易的一个状况 那因为现在有十家登陆了 所以他们更好去掌握价格的涨幅 所以如果你的区域最近可能交易特别频繁 价格一直涨的话 那你的路段率很容易在三年一条的时候就会遇到 那当然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下面的一个部分 比如说像是大安区的话 大安区其实像是中山东路四段 东华南路一段 它大概都是300 320 那中山区这边的话大概是300 那其实我们也要稍微提醒一下 就是如果说你买的是松江路的一个房子 松江路今年它算是调整的一个幅度 也算是比较大的 所以才会有这种所谓的百万豪宅税 就是从就是松江路上面有两栋比较知名的豪宅 那它因为就是路段率调整 再加上豪宅的一个路段率加成的一个关系 它是不是因为捷运也刚好盖好通过 所以才会这样是吗 他们通常都会把区域的除了区域的一个成交的状况之外 如果区域有重大建设的一个落成 完工施工的话 通常也会把它加记在里面 那边有什么重大建设 因为它如果说是以松江路上面来说的话 就像刚刚瑞涵姐你有提到是新庄县的一个部分 那因为其实它是三年来去做一个调整 好那当然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说事实上在台北市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上面来说的话 如果观众朋友你会很担心 就是说你自己有房子你会很担心的话 其实如果你不要是在太精华的区段 那房子的屋龄相对比较大一点的 其实是可能也不会调到 我想问一下嘉欣一些小东西 比如说以原牌号码算对不对 比如说你是中央西路一段几号几号 那如果是中央西路一段几项 类似像这样进入项里面 它的项弄里头还会再去做一个揭露的一个调整 它下面的瓜符就是你的区域在里面 不是因为这个一定是跟着门牌的嘛 我的意思是说你在中央西路上面 跟中央西路的巷子里面是不是 通常在大马路上面来说会高一点 巷弄会便宜一点 会便宜一点 会便宜一点 它的路段率越低一点 对所以它会针对个案来调整 那观众朋友如果很想要知道 我家到底路段率多少 你可以在各地方政府的 税捐基增处的网站上面 你可以查到这样子的一个资料 那所以其实像刚刚宇哥问的问题 我觉得蛮好的 就是说其实像里地的部分 就是说我如果是巷弄里面来做到 对那种通常会比大陆边便宜 但是如果你是里地里头的豪宅 也不要太高兴 因为这次呢 就是仁爱路有某一个豪宅 它的路段率就是被特别拉出来 再做调整 因为他们就是台北市政府 已经发现到 这个如果说是盖在巷弄里头的豪宅的话 他们应该要还他一个 就是路段率的公道 所以就会帮他去做一个调整 好那个我们还做了一个 往南走的台中 对那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 就是说在台中之前的话 可以看到像是新北市的一个部分 我觉得观众朋友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一样是在税圈基增处的网站上面 可以看到一些相对比较高的一个区块 这个大概都是在这个所谓的一个星板特区 那新庄中央路的话 其实是在重化区的这个附近 那因为就是一个所谓中大建设的一个反应 那另外来说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像在台中的这个部分上面来说的话 台中的部分来说 大概是在台湾大道这边 算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路段率这边 那另外来说的话北区三明治从德路这里的话 它可能在路段率来说也算是相对比较高的 那我们还是提醒观众朋友就是说 因为其实现阶段很多的地方政府 他们的税圈基增处都做得很贴心 比如说像是高雄 高雄其实你只要输入你的路段 你就可以知道你家的一个路段率 所以高雄就自己查一下 是 所以其实我们会觉得说 那当然就是说因为现在已经到了四月中 四月底了 那其实大概各位陆陆续续也应该都收到房屋税的一个税单的一个部分 好像是大概五六月份时候 对 所以其实五月份的话就要缴房屋税了 那当然今年比较不一样的一个状况来说的话 就是今年财政部有规定一个所谓囤房税的一个部分 那囤房税的话大家可能会觉得 因为大家听到媒体讲三点六感觉很恐怖 但是可能我们提醒观众朋友就说 不是所有的县市都是三点六 因为财政部很有意思是 他把最高税率定在三点六 但是各地方有调整的权利 所以其实三点六来说的话 像台北市来说你是非自用三户以上 也就是三点六 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那讲给最后一位葵国大哥 是 那我们可能就是提醒一下葵国大哥 虽然税单已经来了 但是如果说假设好了你有四户的话 你是第四户是2.4 那如果 对不起 第四户是1.5 那如果你是有五户的话 前三户还是一样1.2 但是你是五户的话 就是第四跟第五户的话是2.4 但是如果你是第六户的话 你是四五六 这三户都是3.6 那同样的逻辑其实我们可以用在 比如说像是连江 连江就是马祖啦 那马祖的话它也就是比较优惠 就是第四户以上才是1.6 那第五户的话就是2 2%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好 那另外来说的话 比如说像是宜兰的话 你今年的一个状况来说 它还是相对希望比较不要有太大的变数 所以第四户以上的话是1.5 那明年五月申报的话 第四五户的话是到1.5 那第六到第十户的话是2% 那第十一户的话我个人认为 应该已经是建商等级了 所以其实应该它就到3.6了 那所以这边来说的话 如果说您是一个所谓可能手上房子比较多的人 也许可能要来去做一个规划 像我有一些朋友 他可能在全省各地他都有房子 那其实我们会建议 你把你的自用选在那种比较高的地方 我假设我有六间好了 那我六间的话呢 我可能就是因为台北市最高用到3.6 那我三间都选在 三间自用都设在台北市 所以自用可以三间 对 自用可以三间 那你其他的非自用的一个部分上面来说的话 看是要移转给小孩 或者是说你要 可是我印象中 夫妻自用只能一间 那是那个是所谓地价税的一个房屋 自用税率的一个部分 本人配偶跟未成年子女 名下只有一间 但是一个房屋税的一个部分来说的话 今年一个新的一个规定来说 它是有三间的这样子的一个优惠 对 所以其实我们会觉得 就是如果说是多屋族的话 可以来去做一个留意 因为其实在日前 如果说您是多户的持有者 应该都已经收到各地方政府的一个 就是询问信函 他会问你说 你要选哪一些去作为自用的一个住宅 应该把你那个路段最贵的 房价最贵的 房屋税最贵的那边 来当做自用 你的税率就比较低一点 对不对 那其他的就让他高一点 但是如果其他的 像如果在宜兰 那就不会太高啊 因为宜兰的话 你比较不容易到十一户 所以其实如果说是 那我们其实大概一个简单的分类 通常就是说北部的部分 那包括宜兰 他的房屋税 就同屋税的部分会比较高 那你如果说以现在的规定来说的话 像是台中高雄 这些中南部的县市 他们大概最高税率都只会用到1.5左右 那如果说还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 其实现在地方政府 你去去店询问 他们事实上都会给你一个非常满意的答复 谢谢嘉欣 昨天跟今天连续两集 跟大家分享房市的重要大事情 希望祝的平安 然后能够烧焦点 那就是您的福气了 还有一点 明天如果股票能够更好 福气也来了 明天看盘重点 其实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看一下日KD指标 能不能在指标50附近做正交叉 如果是正交叉的 就代表强势的整理结束了 他有机会要去做过高 第二件事情 我们知道外资在最近期货忽多而忽空 那你就要去观察它的盘中 旗指有没有比现货上来的强 那如果有比较强 那就代表外资它的多单没有落跑 它就持续做多的可能性 那第三个部分里面 我们知道在今天的强股 其实像大力光这一类型的个股 已经连涨好多天 它有可能明天要休息 那有没有在今天里面 尤其在最近外资买的很多的金融个股 它又出来撑盘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叫做全资个股的轮动而带动指数 所以如果强势个股 像大力光 像汉维科 像整个一个巨洋或台郡休息的话 观察今天外资买的这些龙头型的金融个股 能不能够出来去做稳盘 那弱势的个股总要止稳吧 台积电不可以破141.5 友达一天涨一天跌 外资更疯狂 昨天买今天卖 明天能不能够去做止稳 宏达电的部分里面也是如此 还有OTC呢 在昨天破季线 今天守住不可以再破季线 还有在最近里面来讲量不用太大 但是还是要保持千亿的水准 才叫做良性的换手 外资的动向也得盯明一下了 因为最近国际盘不稳 今天晚上的欧股 一度大跌1%以上 一定有消息 索地待会儿的夜线新闻 可见收看 祝您晚安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